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是 有關死刑的部分 死刑大法官判決之後 那我們一些因應上面的做法 因為目前為止這個問題是 超過蠻大比例的民眾 都很在乎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會去重視這個 而且將來我們還會有很多的作為 一個一個推出 那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這次大法官 他下的這個判決 會讓死刑 將來死刑的判決 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他現在告訴大家的是 死刑它是核限 他們的這個判決 其實告訴大家死刑是核限 但是他對於這個死刑的宣判 他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條件 所以將來我們面對的狀況是 有兩道非常大的關卡 第一個關卡是 法官在下判決已經難如登天了 第二個是法務部對於死刑的執行 又動輒用死刑執行規則 執行規則去規避掉執行 就像現在一樣 有這麼多的死刑確定判決的受刑人 在監獄裡面 但是就是這麼多年來都不執行 所以將來光是死刑的這個執行 我們會面對到這兩個大關卡 那大法官在我國的憲政制度上面 他的設計是解釋 當法律跟憲法發生衝突的時候 他做一個釋憲的 這是他們的職責 但是在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到了憲法法庭的判決 他卻遠遠的超越 憲政制度上面 對於大法官職責他們的要求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有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大法官 他並不是在創設憲法 或者是創設法律 他單純是解釋 法律跟憲法有沒有抵觸 那這份判決裡面 他已經 那他同時 他也侵害到法官 對於個案的獨立審判權 所以這一份判決 我們不懂 為什麼如此的回憲亂證 大法官的這個判決 為什麼如此的回憲亂證 大法官的職責 明明是解釋憲法 但是今天他卻侵害了 民意代表的立法權 以及法官的獨立審判權 甚至他要求精神科醫師要去背負最後 能不能槍決死刑犯的這個判斷 他等於把這個這麼重大的壓力 丟給精神科醫師 那這叫精神科醫師情何以堪 那這也同樣的導致了會實質的廢死 那我多次對外表示 我自己在學生的時代 對於到底死刑的存廢 我也曾經懷疑過 因為我的所有資訊的來源以及依據 就是由理論以及課本所來 但我們討論理論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高談擴論 但是我後來分發當檢察官 這麼多年下來 我對於死刑的需求與否 我已經沒有再質疑過 因為我所有對於死刑需求 我的依據就是建立在我所見過的 這麼多血淋淋的屍體 以及傷痛欲絕的家屬身上 我陪著這些家屬從厭屍解剖 一路到起訴 我都陪著他們走 但是卻有非常多站在悲劇之外 用看戲的角度去強壓這些被害的人 要求他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去面對行為人 好 所以今天我們對於這死刑 我們有我們很多的想法 那將來我們會一步一步的推出來 好 那我們 今天我們有邀請新北之前 很轟動全國的歌喉案的家屬 我們請他說幾句話 對 麻煩楊寶寶 好 非常謝謝吳碧維 大概這個記者會 然後也謝謝各位記者 因為我女兒目前還在醫院出現 用自信的法制來說 所以對自己的看法 真的很抱歉 然後關於大法官說 只要精神障礙就不得出 看出事情 我想問一下大法官 如果有人事先去醫院 給他精神障礙而言 那是否他們就已經拿到了免死警察 這樣會不會造成社會安全網出現漏洞 難道都不會有人以此來殺人嗎 有人可以保證這種事情都不會發生嗎 這個社會成本需要全民的生命安全來負擔嗎 更何況我們的政府是本末導致 我想請問政府 你們真的關心過這些精神患者嗎 這些人的人權 就在平常的時候就已經被你們磨滅了 真正受到關懷的又有多少 很多人都會以敵視的眼神去看待他們 除了一些志工 還有一些同理心的民眾 才會真正的想要去了解他們 接受他們 我們的政府根本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請不要用精神障礙來作為 會死的藉口 然後一字絕也是非常有問題 今天如果碰到一個比較善良的法官 認為不應處理死刑 那就不能犯死刑 這應該算是另一類的一票火絕權 我們自稱是民主國家 怎麼會用這種法律 更何況憲法第15條 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與保障 那些殺人犯自己先違憲的 他自己已經剝奪他人的生存權 自己不遵守法律 就不能接受憲法的保障 所以麻煩請學士淵博的大法官 還有所謂的人權團體 如果你們是跟我們一樣是受害者家屬 才來跟我們談加害者的人權 你們永遠不知道我們心中的痛 到現在我們沒有一天睡過好覺 每天期盼我兒子回來找我 然後又失望 這樣的人你們感受過嗎 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 其實剛剛楊爸爸的那些想法 我在過去偵辦過這麼多的殺人案件 的家屬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你今天行為人 他殺了一個被害人 他毀的不是只有這個被害人而已 他今天毀的是他所有家屬的人生 所以很多時候我說 那一槍打死的不是一個人 那一槍打死的是三個人四個人 因為他們全家可能從此 對於人生都失去了信心 所以我們為什麼 當人民千方百計的 求出入平安的時候 政府卻千方百計的 在保障這些被告 千方百計的在保障這些 死刑的執行人 這到底是什麼 到底政府的存在 的價值是什麼 今天政府不應該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我們不容許施行正義 我們不容許別人殺了你的家人之後 你再去殺了他 所以我們把這個刑罰的權力交給了國家 結果今天國家在行使這個刑罰的權力的時候 卻處處限制 來當爛好人 然後來讓這些 他們的作為天理難容的這些被告 卻要國家出權力來保護他 這次大法官的解釋 其實已經超過了大法官該有的職責 其實在憲法 憲法上面雖然對於人們的遷徙自由 或者是生命權都有它的保障 但是一樣憲法23條也說明了非常清楚 在法律保留的情況下 其實本來就可以加以執行 所以死刑的存費根本不是大法官該說的 死刑的存費它是屬於立法院 是屬於人民的權利 由人民來決定 這樣才對 那大法官這次的判決 他卻設下了非常多的限制 讓這個死刑判決 根本就偏離了整個主流的民意 這個是不對的 而且大法官等於帶頭的去侵害 權力分立原則 大法官憑什麼去侵害立法權 憑什麼去侵害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利 這個都不對 那這37個死刑犯 其實大法官有才是 其中兩個人勒署的部分 像黃春琦還有陳奕隆的部分 他們已經要求檢察總長要提起非常上訴 那另外像那個金氏媳婦 他殺害媽媽還有毒殺婆婆 我老公的那個淋雨汝 他們都判決裡面都有提到說 這個有精神障礙 所以他也可以提起非常上訴 好 那大法官在這次的判決裡面 有提到所謂的最嚴重 才能夠去判死刑 那到底什麼是最嚴重 現在是完全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出來 所以每一個當事人都可以主張 我這個東西不是最嚴重 所以大法官這個判決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只是讓很多死刑的執行者 或者是法務部能夠更多的理由 來規避這個執行 好 像其中有一件王信的被告 他砍殺女友176刀 那這個到底算不算是最嚴重呢 到底什麼叫做最嚴重 那這些法官 他們沒有像我們曾經經歷過 這樣血淋淋的這些案子 他就坐在辦公室裡面 去用他的腦子去思考出 到底這個人權我們要怎麼樣保障 這個被告的人權 我覺得這個都不對 而且他這次設置了非常多的多重保護傘 其實讓死刑已經變得是不可能 我們再回頭想想 有一個被害人出來在外衣間的逃犯 他出來砍殺了兩個警察 殺死了兩個警察 那今天我們的國家 卻要為這樣子的人繼續在保護他 那你要讓這個警察的家屬以及社會大眾 能夠接受嗎 那大法官呢 這是我們他對於人權 而死刑受刑的人權 他已經極端的保護了 他甚至要求說欠缺救審能力 或者是欠缺法官的一自覺 或是欠缺受刑能力都不能處死 什麼叫做受審能力 你今天去開庭你不知道法官問什麼 然後我們就不能夠判 那每個被告到那邊都說 我不懂法官你在問什麼 即使我們今天給了他律師 那也會被認定是沒有救審能力 因為救審能力不是看他有沒有律師 是看他個人的救審能力 所以我不懂大法官的這個要求是什麼 還有他要求法官一自覺 那不是就等於說要求了法官 他必須要有少數就可以否決多數 也就是多數要聽少數的 如果今天是何怡婷的話 三個法官只要有一個法官說不行 另外兩個要聽他的 那這樣我們還要何怡婷幹嘛 所以這個都是很奇怪 而且是侵害了法官獨立審判的權利 那受刑能力又說如果今天這個死刑犯 如果心神上司 那法務部可以下令停止執行 但是所謂的心神上司 這個標準又在哪裡 難道今天可以就是把責任 全部推給精神科醫師嗎 那精神科醫師必須背負的多大的壓力 他今天他醫生是出來救人 結果你今天竟然要求他 像當個法官的上級機關一樣 他最後說可以執行才可以執行 這個都對精神科醫師的要求 也是不對的 這個也違反了世界精神醫學的宣言 這個等於是讓犯下罪重殺人警戒的 死刑定驗人犯他必須要由精神科醫師來做最後的決定 要不要執行 那這樣是不對 那再來就是 這些人今天這37個人將來 甲總長會提起非常上訴 那非常上訴之後呢 這些人有可能會改判無期徒刑 而且是非常高的可能性 那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無期徒刑是25年可以假釋 過去是15年 那也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平均無期徒刑是17.9年就可以出來 那扣掉這些人在押的時間 大家知不知道 當他們在被判無期徒刑的時候 他們不用幾年就可以申請假釋了 也就是這37個本來應該要執行死刑的死刑犯 他們在不久的將來 如果他們最後非常上訴之後 由終神法院做無期徒刑的判決的話 他們不久的將來就可以申請假釋 那這些人在監獄裡面表現也非常良好 因為他們當初是被判死刑 他們表現良好 你法務部憑什麼不讓他假釋通過 所以這些人很快的 在不久的將來他會回歸到社會 那會不會做第二次的殺人 我們永遠不知道 當初對他會判死刑 就是認為這個人的人格必須永久與社會隔離 但是我們今天的法治 卻讓他隨時可能會回歸到社會 那對於人民的安居樂業 國家保障了什麼 這一次我們還是認為大法官不應該 逾越了他的權利 去代替了立法權 來去對刑事訴訟加以這麼多的限制 這個是完全違反了五權分立的概念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敷衍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 好 好